他们就退休了 我有共有的土地 所以我要回来自己也盖一间房子 发现说所有的房子都被老大给盖满 占满了 结果那个哥哥跟我说 我也是共有人 我没有权利 问题是你不可以先占 你怎么可以自己没有经过同意就盖一盖 你们都全部盖满 我没有连一块土地可以给我用都没有 各位好多的案子 我们法官不愿意拆房子 容易造成这种共有人先占兼营 这些人先占了 那么去分割共有物 他又分在最好的地方 造成共有人之间的一个极大的不公平 好 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来跟各位讲的就是说 共有的这个土地或房子 是要怎么样来处理的事情 那各位 有生就有死 那么有死 在法律上就会产生共有的状态 而这个共有虽然还没有去地政事务所登记 这个共有就会变成是共同共有 那这个共同共有 如果大家可以把它谈得来 那么大家可以去把它登记就是全体就协议去把这个遗产给分割 那这个分割可以分割成为分别共有 分别共有 各位假设它的基层人是三个人 就父母亲死掉有甲乙饼三个人 那这甲乙饼它就是给它分成各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 是可以这样 那也可以把它分成单独所有 所以有些遗产的话 它产生遗产的话就要全体去协议去分割 那如果像这个如果是存款 对存款的话也是进来 把所有的东西都丢到这一锅里面叫做遗产 然后大家拿碗来这里排 看要怎么分 这个叫做遗产的分割或分配 那所以像存款的话 你要得到全体一起去跟银行领出来 但是如果你没有得到全体 你不可以拿死人的存折印章去领钱 这个老师讲过 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形 你去分割的时候 那法院就是谈不好 那就给你分三分之一 各位法院判决了 以后说这存款每个人三分之一 那我们就可以拿着法院的判决书 去银行把它领出来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情形是蛮常见的 那各位更常见的是说 大家谈不容 为什么谈不容呢 有可能以前那个男生 他都是觉得我是长子 我应该多分一份 那么还有所谓的 以前有长孙 说要庞道 要祭祀这个祖先 所以要有长孙份 那如果你不多分给我的时候 我就不盖章 不分割了 这一种是大家谈不容 对 还有一种就是要叫女孩子 抛弃 就是放弃继承权 就是放弃继承权 那这个时候换成女孩子不愿意 章也盖不出来 所以就放在那个地方 但是事实上不论你怎么样 它根据民法1148条 往生了以后就会产生这个共有 那么这个情形的话 虽然还在死人的名字底下 它还是共同共有 好 那各位这个共同共有 或是共有的土地下来了以后 其实它潜在的应有部分 有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在还没有分之前是这样 那分开了之后 或许你也是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但是各位要知道 这个共有的权利 在还没有分割的时候 是每一个点都有权利的 所以有时候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夹乙丙 夹就留在这个乡下 在乡下生活 那仪丙两个人就出外打拼 到台北去 现在都已经六十几岁了 他们就退休了 那就要回到我们乡下来退休养老 那他就讲说 那我有共有的土地 所以我要回来自己也盖一间房子 也要来这里住 结果回来了以后发现说 哇 所有的房子都被老大给盖满 占满了 结果他就跟哥哥跟嫂子讲说 我的份你也应该要还给我 结果那个哥哥跟嫂子讲说 哪有这回事 如果我没有帮你雇土地的话 你土地早就放会 早就没有了 所以我这个土地是我雇的 所以我并不愿意把这个土地还给你 你到外面已经都去打拼了 我在这里守着家园 像这样子的情形 这仪丙两个人就非常的生气 后来越吵越烈的时候 仪丙就去问律师 律师就跟他讲说 哎呀你哥哥没有经过你的同意 就把所有的共有户都占满了 甚至于说他没有经过你的同意 他只占他的三分之一 这个时候也不行 因为没有经过同意 是每一个点上我都有权利的 你怎么可以没有经过我同意就把他占满 所以像这种情形的话 这个比较狠的律师说 你可以告他刑事切站 未经共有人同意 在上面给人家占有盖房子使用 或是那个房子没有经过同意 你就给人家单独进去使用 这个就可以刑事上构成切站 那民事上的部分 你也可以告他民法 821条加上767条 请他拆屋还地 返还给全体共有人 大家都不要用拆掉 还给大家全体共有人 返还给全体共有人 或是把房子迁出 返还给全体共有人 可以这个样子的 所以可以告他这样 那你干脆不要再啰嗦了 大家终究是合酒必分 分的 所以就来跟对方讲说 大家分割割一割 结果大哥讲说 反正我盖这么多了 所以我全部都我要 他说你要可以 你把钱补给我们 结果大哥讲说 必我要 但钱我没办法补你 因为我没钱 那各位 哇塞 你没有钱的话 你就给我站着 我的权力在哪里 像这种情形的时候 谈不成了 那就到法院来什么 分割了 那这个法院 对这个共有物的分割 他会怎么割 第一种 每一个人既然都有地 那我就是原物分割给你 就是每一个人都分到地 那分到地的话 可能就是说 如果是路在这里的话 那每一个人都临马路 就割多少的部分 都尽量去平均 如果说有马路 然后这里是巷子 那各位 这个部分你大哥的房子 在这里 我保留住你的房子 但是我们两个人 就分比较差的位置 这个时候呢 可能是原物分割 但是仪丙分到 比较差的位置 你要去送去估价师 那边估价 看你要补偿我多少钱 所以是原物加上补偿 那第三种就是说 如果这土地也不大 如果割 每个人都有地的时候 变成每个人都不能盖 那类似这样子的情形 有可能就地全部由谁吃走 或是谁拿到比较多 譬如说 这个物呢 就由甲乙拿走 就用钱补偿柄 这个是分割的方法 补偿柄 那如果说割来割去呢 大家都觉得不公平 你拿到地的人呢 如果像我们这个南部 这几年地飞涨 那地被你拿走了 搞几年以后 大家这个土地 你就飞涨 你钻石了 我都没有地 这样非常的不公平 大家为了公平起见 那也可以把它拿出来 法院判说 那不然拿出来卖一卖 叫做变价 大家变价分割 就是拿出来卖一卖 在共同来分钱 共同来分钱 这就是变价分割的方法 那你们共有人对这个土地 如果有感情的话 你再拿钱来把它买回去 拿钱来给它买回去 那如果别人买走的话 你就有优购权 你这个共有人就有优购权 那如果你怕人家买走的话 你也可以来参加竞拍 参加竞标 那如果你是最高标得标的话 最高标得标的话 因为你本身就是共有人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由你取得 那其他的共有人就没有优购权了 所以我这个给他戏称为 找鸟专案 找鸟 因为你是共有人 又有来参加投标 所以你就是找鸟专案 这个在民法的824条 就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第三个 在这个共有物的时候 也可以变成这个样子 仪跟饼 可以多数诀 多数诀民法820条 我用多数诀 然后来管理 来管理这一个共有物 多数诀管理共有物 例如说父母亲死掉了 那留下这个房子一间 这个时候我仪丙两个人 大于甲一个人 所以我2比1人数也过半 十分应有部分的权利也过半 这个时候我可以把全部的房子拿出来出租 那出租了以后 这个租金再分成三份 那这个甲也不能不同意 但是我们也有碰过这样子 那个爸爸往生了以后 这个兄弟就把他出租 租得很低 其实他是故意要欺负另外一个人 那这个时候民法820条 他有一种说 如果你这个出租或管理的方法 对我是不利的 那这个甲可以申请法院 并更管理方法 所以我有一个案子 这应该是在屏东最早的一个案子 就是说他往生了以后 他们那个后妈的兄弟姐妹 有人数比较多 所以他就把整栋那个房子 就以前在经营民宿的 全部都借给他的那个后妈 去经营民宿了 然后说我们共同管理 那你就不分给我任何钱 我这个前妻生的小孩有两个 他我们就帮他请求法院说 对啦你们多数觉得可以变更 但是我也请求法院变更说 这个你出租的话 怎么可以借给人家不收钱 然后损害我的权利呢 所以就给他做这样的一个变更 那当然终局的 你不想要去再跟他们合在一起 那你也可以去法院申请 分割共有物 那么像这样的一栋透天的民宿 五六层楼法院就很难割 所以有可能就是说 这些房子就归你 这个后妈的这些人 那么你就用金钱补偿我 这样子来处理 或是说把这个房子呢 整栋拿出来卖 大家分钱呢 这样子是比较公平的 我是共有人 当然有权利 所以在共有物的时候呢 经常很多人呢 就说这共有的 然后共有的就讲说 反正都没有人来出生 那我就先占什么 先赢了 经常我们看到很多土地呢 不是你的 结果你花了好多钱 在上面盖的房子 最后要被人家拆 还有一种 就是说土地是共有的 你想说我有份 那我先站一个地方 而且都是站到路边 就在那里开始做生意了 像这种以前的人 比较勾矣都不跟你来计较 像现在的话 这些人的话 你要来先站在那里 人家这个共有人 或是从外面买进来 成为共有人的人 他就不放过你 他现在告你说 你是妾什么 怯战 那没有的话 他就先告你猜污什么 环地 先听听 大家都公平了 你别想先站在大马路旁边 所以现在这种案子的话 变成是建商在做土地开发的时候 经常用的手法 先成为共有人去告 其他先站的 这一些站在上面的人 站在上面的人 他的脑筋又不够好 他的观念就讲说 我也是共有人 我没有权利 是啊 你有权利 问题是你不可以先站 你怎么可以自己没有经过同意就盖一盖 所以大家变成说 他想说 有啦 我们当初有分管什么 契约 大家有约定说 谁在哪里 谁在哪里 有分管契约 那这个法院就说 那好啊 你有分管契约 你的契约在哪里 你的契约在哪里 分管给你们都站在前面 所以各位 这个分管契约 你如果举证不出来的话 那你就会输掉 那现在当然 我们有很多的那个法官 就不愿意拆房子 所以就会给他解释说 在那里已经三四十年 四五十年了 你这些共有人也都不出声 所以他有所谓的默示什么 分管啦 说你默示分管了啦 你长久了 几十年都不讲话 所以已经默示分管了 所以既然有默示分管 所以你就不能拆房子 各位好多的案子 我们法官不愿意拆房子 就用默示分管 各位这个其实有一点 叫做硬拗 那因为他有法律上的权利 他可以这么硬拗你 可是各位 你默示分管契约 你们都全部盖满 我没有连一块土地 可以给我用都没有 那我谁会默示分管到这种 我自己都没有的 所以有时候 这个法院在解释这个默示分管 我觉得应该要尽量的限缩 这个法官在解释默示分管的时候 要尽量的限缩 不然的话很容易造成 这种共有人先战什么 先淫 我们经常在实物上发生 你们大马路旁边的都被共有人站走 而且都盖个透天的等等 那我们在当法官要判决他要拆的时候 又觉得非常舍不得 然后分割共有物的时候 就又不想拆房子 因为这土地不分给你 将来就会被拆掉 所以就会造成这些人先战了 那么去分割共有物 他又分在最好的地方 而去估价的时候也只是现在的价钱 那将来这个土地的一个发展 我们都在后面 其实他的这个价差 时间上一场的话 拉锯一拉出来的话 他们这些真的就是获得相当 之前就已经不当得力了 往后又得到好的地段location 造成共有人之间的一个极大的不公平 其实在法律的这个结构上 不应该去鼓励先战先赢的这种方法 所以这种情形的时候 我们在分割共有物 或是财务环地 共有物的财务环地里面 会碰到我们法院 有时候这样的一个决定 会造成一个共有人之间的不公平 还有一种 讲给大家听 你们也一定会非常的讶异 那么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案子 这个是大马路 这个已经有共有人夹在这个地方耕作了 这个有椅在这里耕作 这个柄在这里 因为以前这里是小路 牛在走的 牛车在走的 所以他们这个大马路还没有开的时候 大家都是用这样子来耕 后来这个大马路开了以后 那么这个大哥就已经是耕在前面这样子了 所以它变成双面路 这个时候我外人钉来跟这个饼买的时候 各位因为我饼跟在那个里面 所以我买的就比较便宜 便宜 那我买了以后我就到法院来告 告说现在这个路已经开了 所以我要分割共有物 所以就不照以前我们大家彼此分管的方式来了 所以他就说要请法院割成这个样子 全部大家都临大马路 结果这个甲就讲说 不行 以前大家就分这样 所以要照以前 以前祖先就讲这样 那你怎么是这样 结果他又讲说 你这个钉买比较便宜 你现在又可以分到前面来 各位这个观念大家在那里 我们每次都吵得要死 这个情形 各位第一个 虽然以前大家有分管 但是那是一时的 分割它是要终局的 把这个地的权利与关系确定下来 所以分割破分管 有终止分管的意思 终止分管的意思 所以分割了以后 土地分给他 地上的房屋要拆掉 就没有再分管 所以各位分割破分管 有终止分管的意思 这个东西很多人不清楚 第二个就是很重要的 一个观念 因为共有它的权利 是极于土地的全部 极于全部 所以我当初虽然在买的时候 是买比较里面 看起来我只能使用里面 比较便宜 可是各位一分割的时候 我可以相对等的拿到前面 所以各位真的聪明的人 当然是去买后面 然后来割前面 这个赚钱就赚在这个地方 因为共有的权利是极于全部 不是以你分管的位置来看的 所以各位这个东西 这个概念上一定要很清晰 不然的话你要骂法官说 那个法官不使人间烟火 是恐龙 我就恐龙给你看 因为是你自己不知道 你进入了什么的一个世界 各位因为分管它只是暂时的 那么经过了世间的人世间的变化 经济的变化 马路的交通变化 开通以后 当然要让这个土地 每一个人的权利都相当 而且是终局的去公平的取得 公平这件事情 不会又有以前那些老一辈的分管 来给限制住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通常在 共有物分割的时候 最常遇到的这个情形 老师在这里跟各位同学报告 谢谢大家